阅读让人平静 那些为了面包而放弃自由的人 既失去了自由又得不到面包 汉娜·阿伦特说 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 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 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 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钱中书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流盐这东西 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 比流行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 比流氓更具有恶意 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所以杨蒋老师总结 在你最艰难的时候 别老想着太远的将来 只要鼓励自己过好今天就好 这世间有太多的触不及防 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请你尽兴吧 在一切变好之前 我们总要经历一些不开心的日子 这段日子也许很长 也许只是一觉醒来 所以请给自己一点耐心 给好运一点时间